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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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们其实昨天想跟大家直播的 但是昨天事情很多 在挑我家忙 然后晚上嘛 大家也知道就是 最近的很多事情很多 然后我也一时半会儿 就是不知道怎么跟家人们说 我自己也要捋一捋 因为我也有点乱 所以今天晚上才开播 嗯 今天晚上才开播 然后难得跟大宝 又重新坐在这里 也不知道大家 喜欢我们两个做一起的扣个一 不想看到她的扣个二 嗯 没关系 实话实说我不生气 家人们给点面子哦 不给面子 让家人们说实话 想看见我们俩扣个一 不想看到我俩通宽扣个二 不生气 保证不生气 家人们太好了 给点面子 没看到有扣二的 嗯 嗯 大宝要听话 应该是都说让你听话一点 嗯 我听话 从今往后我一定听话 听韩韩的话 我才不信嘞 我那天都发誓了 大宝 大宝去洗脑 哈哈 有人说让大宝去洗洗脑子 哈哈 家人们打个哈哈 哈哈 不是啊 哎呀太逗了 为什么说叫我去洗洗脑子 我脑子怎么了 挺好的 就是 原来不太好用嘛 哈哈 嗯 没关系啊 扣一扣二 扣一扣二 我都喜欢你们 嗯 就是你们扣扣二 说想做大宝的 大宝也喜欢你们 你们不知道 大宝就是一个 就是心态非常好的 对不对 我心态 其实平常还好 就是 偶尔那个小吃醋 那个有点不好 醋 一上来就有点不好 嗯 但我 我会改 这个我会改 嗯 会改 嗯 反正他 他说的可好了 嗯 他说的可好了 说他会改呀 会怎么样的 我也不知道啊 家人们 你们看他表现吧 能不能信他 你们说能不能信他 反正说的是挺诚恳的 嗯 觉得可信吗 家人们 嗯 觉得可信的 我会改的 咱们扣个一 出脑袋又回来 哈哈哈哈 就是 不是啦 你知道吗 就是我说的大宝心态好 是怎么一个心态好 就是无论 家人们 就是有时候你们说 大宝你要是我儿子 我我都我都抽你 或者大宝你这个脑子 我真的想过去揍你 然后大宝就不为所动 他一点都不感到很难过 然后因为他的点在于说 哦 就是家人们其实是把我当儿子的 他不会关注说你们要揍他这个点 他只会关注到 这么说就是说意思是他你要是我儿子 他只能听到前半句好的 他听不到后半句不好的 所以我说你们想揍他他都是开心的 对的对的 还是堂堂不要了解我 嗯 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你不是想唱歌给家人们听吗 啥歌呢 我我应该会唱的 我我看看你会唱什么歌啊 你瞧边姑娘 试一下 好 就大宝想唱首歌家人们 给他的面子好不好 好不好 来帮他分享一下直播间 然后没有点小关小猪的 我们关注一下 给大宝一个表现的机会吧 来 我也唱啊 没歌词啊 好我给你找个歌词 我给你开个头吧 我帮大宝开个头啊 能听到伴奏的声音吗 温暖它 我们歌连的声音吗 有一天 有声音吗 他的声音吗 我看你玩了 第一集音的声音声 我明白دة 你的声音吗 要好的 到位于人啊 你不懂我的声音吗 一根掌承的枪 一根的廉頰香 等我你不唱了 遺忘了我的房 坐在橋上 我聽你歌唱 遺人遺跡啊 我說橋邊姑娘 你意的芬芳 我把每份心上 刻在我心腸 湊邊姑娘 你意的憂傷 我把每份心上 風潮流浪流浪 很久不見 她很久不見 她不 McMaster 借錄 製作 借錄 我 我 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吃不下饭或什么的 但是这一次就这几天吧 我觉得是很明显 我觉得应该直播间的每一个家人 你们应该也都能看出来 就大宝确实是销售了很多 然后不想吃饭 然后也 也 也不想睡觉这个样子 说实话嘛 我这几天也不太好瘦 确实瘦了很多 然后我是身体有点不舒服了 然后大宝呢 是 是 是可能瘦了个五六斤嘛 这样子 嗯 就是家人我觉得 其实这样 我 我们这样挺不好的 对不对 就是 是的 反正 以后我 一定会好好跟你沟通 然后也不会 再 不然吃醋什么的 不会让我 做什么事 让你生气了 不听你的话 嗯 嗯 那 那 那 就是 之前那个 因为我不舒服 然后助理来照顾 这件事情 你当时真的很吃醋 嗯 是 是有的 所以就 就 就 不大理智 就没有想到 你 你在不舒服 就特别吃醋 嗯 那你有没有那时候想 我在不舒服 就是 你会不会担心我 会啊 所以 我 有在问啊 就问怎么样 但是 我不知道 当你跟我说了 身体什么情况 我才知道 刚刚 刚开始我爱你 就 一点点 嗯 如果你跟我说 是 啊 这么厉害的话 我肯定 就 会 不管怎么样 肯定会立马 从当你面前的 但是家人们 咱们老怕老板们 有没有觉得 说大宝 其实那个 出镜还是挺大的 有的咱们打个有 我 确实我是没有想到啊 就是 就是 我们两个之间 可能会有一点 嗯 不愉快 就是 我的点 大家其实很清楚 但是大宝是因为 我 生气了之后 嗯 让 让助理来照顾我 然后 而自己气到 睡不着觉 吃不下饭 这个我确实是没想到啊 然后 大宝也说他会改 对不对 对 怎么改 一定会改 就 就 怎么改 嗯 不要跟我说 改 你看来出来 心胸宽广一点 宽广一点 那下次也不行 下次那 还是不行 那 但是下次 我一定会成功 家人们说行不行 知道他说 下次我不舒服了 有男生照顾我 他还是 要不 不开心 但是 他下次肯定会在我身边 这种解决办法 行不行 你可能暂时啊 你可能暂时 让他那个心胸 一下就变得很宽广 有点难 因为人家二十多年 都这个样子了啊 不是 因为 我太在乎 所以 我得有被你需要的 位置 所以不管 你是什么事情 生病也好 或者说 其他的什么事情也好 你一定要在你身边 我要成为你最需要的那一个人 感觉多多少少 我觉得 难道因为这个事情 也算是有成长 对不对 对 对 我怎么看 来直播间的 咱们的家人帮我分享一下 好吧 我们有十个群呢 你们看一下有一些群 是不是没有分享 对 因为难得我们两个同框 帮我们分享一下去 然后没有加粉丝团的 没有点小关小助的家人们 我今天看很多人都没有 对管理员帮我分享一下 可能有十个前管理员帮我分享一下 还有一些新的粉丝 没点关注 咱们点点关注 谢谢 嘉然能帮我们做多数据啊 点点小赞 然后送送邓牌 谢谢 你说都听我的是真的吗 真的 肯定真的 我怎么有点不信啊 家人们 那大家就看我表现 家人们监督 好不好 没有群的家人 你可以加了粉丝团 之后就可以入群了 以后你就是群里面的成员之一了 你知道吗 嗯 嗯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就是 只要你原谅我 然后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就做助理啊 做保姆啊 我做什么 就都行 我就觉得